欢迎大家收看最新一集全新视野 这一集的看点 人教版数学教材插图事件 2022年5月26日 人教版数学教材登上网络热搜 引发热议 从网上传播的图片来看 这些教材里的插画人物眼神奇怪 毫无美感 在本集节目中 为了方便与其他版本正常的教材对比 对这些教材里有问题的插画人物 用红笔做了标记 通过对比后发现存在明显差异 网友表示 教材面对的受众是小学生 会潜移默化影响孩子的审美 更需要审慎对待 2022年5月26日 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官网发布 关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数学 教材插图的说明 内容如下 近日 我们关注到网上 有关小学数学教材封面和插图的意见 即使组织专家认真研究 对社会各界好的意见建议 虚心采纳 以着手重新绘制 有关测次数学教材封面和部分插图 改进画法画风 提高艺术水平 充分发挥教材封面和插图的育人作用 同时 我们将举一反三 全面评估所出版教材的封面 插图 进一步提高设计质量 我们真诚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欢迎大家通过人教社官网的中小学教材意见反馈平台和意见反馈邮箱 对教材提出好的意见建议 您的意见建议将促进我们不断提升教材边缘出版水平 5月28日 人民教育出版社发布关于小学数学教材插图问题的整改说明 内容如下 近期 我设小学数学教材插图在网上受到批评和质疑 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教材质量的担心 我们进行了认真反思 深感自责和内疚 在此表示深深的歉意 对于大家对我设中小学教材的关心表示真诚的感谢 我设已成立工作专班 三、全面负责小学数学教材插图整改工作 一、启动相关工作 到今年9月1日前全面整改到位 确保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按时使用新教材 二、按照有关规定和流程 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临选优秀设计团队 对小学数学、全套教材、所有插图进行绘制更换 三、在重新绘制过程中 我们将专门听取社会各界尤其是一线师生及家长的意见和建议 四、深刻吸取教训 举意反三、完善机制 对我设其他教材进行深入排查 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教育部随后针对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问题 教育部则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立即整改 重新组织专业力量绘制教材插图 并立即部署对全国中小学教材 进行全面排查 通知全文如下 近期 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教育部高度重视 经研究决定 一、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立即整改 重新组织专业力量绘制教材插图 确保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使用新教材 教育部将组织专家团队进行严格审核把关 二、教育部立即部署对全国中小学教材进行全面排查 重点是教材内容、插图等 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确保教材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符合大众审美习惯 三、畅通中小学教材问题快速反映通道 欢迎社会各界随时提出意见建议 教育部将认真研判、及时处理 通过网友们的细心发现 除了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有问题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版本的教材插图也有同样的情况 大家从视频中可以看到用红笔做了标记的 2022年5月30日 据教育部官网消息 针对近日社会反映的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问题 教育部已成立调查组进行全面彻查 对查出的问题将例行例改 对存在违纪违规问题的责任人将严肃追责问责 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绝不姑息 调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同时 教育部已部署开展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全面排查工作 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对存在违纪违规问题的责任人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好了 本集节目到此结束了哟 欢迎朋友们订阅全新视野 同时可以评论 按赞 转发 谢谢大家 祝大家愉快 下一集见